去年東京奧運 臺灣的羽球選手獲得好成績 也掀起全民羽球熱潮 喊病基金會和土地銀行 為喊病的病友們 舉行羽球交流活動 就邀請到南雙的金牌 李洋、黃麒麟 來和罹患軟骨發育不全的病友們 組隊雙打 而這其中還有病友 曾參與國內外的大小賽事 希望能透過這個機會 讓更多人看見病友們的努力 與堅持 給他們更多的努力 羽球雙打對決 雙方你來我往 攻勢猛烈 去年的東京奧運羽球金牌 林洋配 現在各自換搭檔 可麗換了喊病 軟骨發育不全的新隊友 七手作戰 可能藉由自己最近的影響力 然後讓他們接觸羽球 然後可以跟他們多互動 對於我們自己來講 也是算是蠻有成就感 就因為我們可以帶給他們歡樂 常常看到比我們小的朋友打球會 我覺得可以找到打羽球的那種初衷 打羽球的那種熱忱 然後不會讓我們沉浸在 我們是職業 所以現在是工作那種 那種辛勞感 為了備戰九月的杭州亞運 和今年各大賽事 王岐霖和李洋 已經回到國訓中心 可以在緊繞密鼓的訓練期 和寒冰的病友合作 對兩人來說機會難得 而對於病友而言 更是特別體驗 早上就跑超長跑體能 讓我進步很大 李洋跟王岐霖我很開心 也是我的夢想 對 然後把他們當典範 紀念國三的餘焉 小春五年級開始參運比賽 現在已經正代表臺灣 初戰巴林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的優秀選手了 而且因為身材嬌秀 相同距離要比別人多花兩三步追趕 所以平常練習不能少 一個星期要練球六天 跑動本身就沒有那麼的大步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跑的時候 就特別要花很多時間這樣 目前臺灣有一萬八千多個 寒冰家庭 超過兩百五十種病類 寒冰金經會和土地銀行合作 讓病狗家庭和土營酬員們體驗羽酬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努力 據曹燕軍重複財 金美士報導